哈喽,第四十套考题制作完毕 献给认真做题的小伙伴们 每天十分钟的练习 每天都可以有收获 点击订阅小铃铛 不要错过小皮的试题哦 加油,爱你哦 J'allume le clignotant W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Je m'écarte Wi, réponse C Non, réponse D 第十一题 我打开转向灯吗 我往旁边看一点吗 画面中的大人带着孩子 在人行道上骑车 很显然 大人想保护着孩子 让他骑在道路的内侧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可以正常的习行 我选择避让 我先打左转向 然后我保持一米的横向距离 完美的避让过去 答案是A和C Je suis ce cycliste Réponse A Ou, je m'arrête à nouveau Réponse B 第十二题 R选项 我跟着这位骑自行车的人开过去吗 还是Ban选项 我再一次停下来呢 在等待骑行者的时候 他的慢速让我在接近stop牌之前 就踩刹车了 可我没有办法更好地观察右侧的路口 跟着他一起过去 是错误的做法 我不得不再一次停在stop线的位置 以便更好地正确分析 这个路口的情况 答案是B选项 我再一次停下来 Je suis le véhicule rouge pour dépasser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13题 我跟着这辆红色车子也超过去吗 通过两边停着的车辆 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双向行驶的道路 红车在超过残骑车的同时 也阻挡了我行驶的视线 前方有人行横道 右侧似乎也有行人 危险的隐患太多了 我不可以跟着一起超车的 答案是B选项 我不跟红车超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La zone la plus dangereuse est En A, réponse A En B, réponse B Je ralentis Oui, réponse C Non, réponse D 第十四题 阿 碑哪个区域最危险呢 我减速吗 我的视觉空间突然变小了 左侧的公交车遮挡了绝大部分的视线 右侧停车位的能见度相对比还算可以 当我们遇到公交车停车时 第一个能够预测到的安全隐患 就是下车的行人了 此时,我需要慢下来 小心观察是否有人从公交车的身后冒出来 答案是A和C 公交车身后的区域比较危险 我减速 En se retournant pour calmer son enfant cette conductrice se comporte correctement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第十五题 这位司机转过身来安抚小孩安静下来 他的行为正确吗 小宝宝的吵闹行为很可能会打扰到司机的驾驶 司机转身,把注意力从路面转移到宝宝这里 即使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但也足以引发交通事故 正确的做法 司机寻找合适的位置安全停车 在安抚好宝宝后继续开车哦 答案是B No 这位司机的行为不正确 Pour effectuer ce dépassement, je peux rouler à 110 km heure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130 km heure Oui, réponse C Non, réponse D 第十六题 为了完成这次超车 我的车速可以开110 km每小时 还是130 km每小时呢 左侧的R10代表我们选择在高速公路上 我与前后车的安全距离都很良好 右侧的重型货车限速是90的车速 所以,我开哪个车速都可以完成超车动作 答案是A和C Avant de franchir cette intersection Je peux faire un appel lumineux?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17 通过这个路口之前 我可以闪一下大灯 为了提示其他车辆吗? 夜晚 在没有路灯的弯道 或者照明不足的室内拐弯路口 我们可以提前闪一下大灯 给对方一个提醒 这边有车要通过哦 答案是A选项 Oui,夜晚没有路灯 在通过路口前 闪一下大灯 是正确的做法 CVB est installé correctement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L'airbag doit être désactivé Oui, réponse C Non, réponse D 18 18 这个婴儿被安置得正确吗? 安全气囊必须被关闭吗? 在副驾驶的位置 婴儿座椅的靠背 冲向行驶的方向 这是正确的安置 同时记得关闭安全气囊 因为一旦发生碰撞 气囊对宝宝的危害性 会更大 答案是A和C Je peux chevaucher la ligne continue pour dépasser ce cycliste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19题 我可以压实线超过这辆自行车吗? 双向的道路 如果出现连续的实线 我们是不可以越线超车的 但 如果前后视野良好 机动车可以越线超自行车 只是自行车哦 答案是A V Je reste en feu de route Oui, réponse A Non, réponse B 二十题 我依然保留远光灯吗? 夜晚 独自行驶在没有路灯的公路上 我们可以使用远光灯 但 一旦有车辆的相遇 我们要换成近光灯 远光灯会令对方司机的眼睛不适 答案是 被选项 No 路口处遇到车辆 远光灯是错误的选择 要改成近光灯才对哦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 小狗子陈皮 继续爱你哦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